今天的編題是Stanley成文中學必修科 對採雙方學校園正康補充馬修研究 馬修研究員 馬修研究員 任俊研究員 現在介紹雙方電源正康主編員 馬修研究員 市中第一部變為劉慧晴同學 市中第二部變為劉慈慧同學 市中第一部變為方瑞芝同學 馬修研究員 田文圈同學 馬修研究員 陳文欣同學 馬修第二部變為祐祐同學 馬修研究員 兩請 今天我們很歡迎表演三位評判 為今天蔡前三位評判的工作 第一位是郭靖強先生 郭靖強先生為師傑 高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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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是蔡前三位評判 今天比賽分主編 公編 第一顧編 第二顧編 和自由編和自由編 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為4 3 3 4 公編則為回光兩分鐘 自由編則為回光三分鐘 每次發言時間 建築前有30秒 去中一次 九鐘則有 去中兩次 超時十秒 就會連續民眾幾下 詳細的賽規 之前發佈了比局 各間參賽學校 請問相關的訊息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先請正方準備發言 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我們準備好請問的試試 各位 大家早晨 首先多謝有幫我停了一個禁門的場地 讓我們去面路 但我們的路 剛剛差點 路上路 多謝手上有個智能 電話 打電話 打電話 就看到電話 還有家庭和傳統定位天才來到 在比賽之後 我都很需要用電話 因為無論比賽是孫還是贏 我都希望可以將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喜悅和全世界分享 教育是未來的熟知 青少年是未來的導遊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中學必修過程 視野 應該是最少未來十年至五十年的時代 處理不足需要 正正是因為這樣 吳小蘭普家園一早將STAND 被過程變為中小學必修 好像電話機程為例 其實變成在上個世紀1998年 已經開始教了 由本的中小學生 幾乎是四年小學修 再看近一點 不然會不會通常STAND 很多時候 國際中學生在兩年前 已經將一同自己研發的人作衛星 發授上太空 現在正面修達人數 正在做研究 在六學多年之後 香港近年終於是小學 STAND 但正面數學這樣 是小學學員 就是中學成熟呢 現在這麼多的小學生 和STAND 正正是為了中學 必修STAND 成立了條件和基礎 由於如此 司政報告亦都宣佈 任何現在的中學 會不會二十萬年去STAND 但講了這麼久 STAND 又是甚麼呢 就是四方文字 沒有的宿舍 包括科學、科技、工程、數學 而這四方 現在都正在讀 為甚麼我們還要不定 因為STAND的過程 有兩大問題 是單一科科無法取體的 第一 是以應用為主 第二 是運用科學科的知識 而STAND 在過程上見的 誰方為例 就以數學、物理、工程、 以初的知識 沒有理由我們分歸去學 所以清華大學 宇宙航空學院 高雲峰教授解釋 STAND的獨立之處 是以科學為土壤 數學為根堅 技術是支撐、工程、果 而STAND的目標 劃創科、理解難 而我方 今天之前 總學生 STAND 是經過未來發展的三個層面 第一 是時代的層面 當我們面對人口增長大股 私人權權 人口老化 公共採押力又太大 為解決這些問題 全國都跳去發展智慧城市 都已經成為了共識 更對智慧城市聯盟的會長 鄧淑明所說 智慧城市有四大元素 是物理網 大數據 地理智信系統 一人工智能 其中學生 要適應明日的智慧城市 必須要成為智慧公民 和STAND的基礎是關鍵 而第一 就是個人層面 學生前 學生前 不懂STAND是不行的 當然 我講電腦 編程已經被公為未來決定 學生打工 各行業 應該是創科主導 不懂STAND會先輸在氣泡 做生意 買事 裝飾器用電腦去修圖 網路行銷 第三 現在關於社會層面 向了級商發展高真正的行業 經濟轉型 大灣區發展在西藏行 本來是大谷市經 由於香港現重居份 創科人才 根據統計處2015年的研究報告 三分一的工商機閣 認為香港不夠科研人創 為義務大力中度至高度的影響 而無論基金科大疆創新 在科學院的研究中心 都為請不夠科研人創 去搬回深陣 各位 如果我們繼續 對STAND一代缺乏創科知識和能力 坐視不理 那麼我們其中學生 將來畢業之後 將會無意識應 自代 打工或創業都會無競爭 香港社會更多會喪失 競爭優勢 所以我方支持中學必修 過往是 先是初中推行 最後之前 教授 又過幾年的過渡期 訓證 還有結界合作 陪訓私資 和陪 和牽涉校功課程 到條件成什麼之後 就直接收縮 最後我想問一下 有方同學 發展智慧城市 就雖然智慧高雲 如果有方同學不支持 和有什麼證據 證明智慧城市 不是未來的發展趨勢 所以沒有必要去學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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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在近年社會上 尾部大家機場會聽到 Stam這個詞語 Stam亦都成為了全球自信 吹捧的話題 但在這個情況 是不是似乎相識呢 在幾年前 資訊科技教育 都曾經風魔一時 時至今日 他們又沒有在聽到 我身邊的人 有討論過資訊科技教育呢 這個詞語 仍然有消失到無景目中 主席 評判 有方同學 還有各位 大家好 有方同學 今天支持 跟Stam聊天的歌 無非都要講 因為Stam很重要 在全球未來的發展方向 和主張至於香港未來的關鍵 但是 所以就用這個必要性 向發展Stam教育 並進一步通知情 一首歌 人人必學 然而是 究竟現時的Stam教育 會否資訊科技教育的後層 只是談刊一臉 還是真的會成為 香港教育和社會將來 場面發展的方向呢 首先 我們要了解的是 Stam的起源 Stam的總值大約在2011年 出現在美國 由奧巴馬的政府發起 當時是國中財調 報師和美國 美國總統奧巴馬背面 提到美國有三人民的工程師 都是中國人 看著美國本土人長居然的問題 美國才積極推動Stam教育 以增加本土的科研和工程人才 第二 香港主持的發展 是否真的有必要性呢 我看今日反對的問題 原因有二 第一 Stam 適合香港主持的發展 教育的真正 應該是用這個 教育社會發展的重點 讓學生 在將來投身社會的時候 可以運用他們在頭國家所獲得的知識 好像聲發言 美國 科技產業佔全國的生產總值值 只有四成 所以有實在的需要 然而 創工的產業 從來都不是香港發展的重點 只是佔全國生產總值的0.7% 不如政府曾經打算 香港大量資源 去發展數碼港 而推動科技發展 但是 最終根本就沒有 產業價格的支持 沒有足夠的負託 讓數碼港淪為房地產項目 失去作原本的地理 我方不是說要完全不用科技 但是 是否要做到全民家兵 以生在發展的重心 根深的是 延遲社會 缺乏科技發展的需求和條件之下 即使延遲社會的教育 揚鬆許多科技專材 但是 會不會只是投身在其他行業 統用母資地 或者是留下其他國家 可見 本質上 大力推動Scan 本身就存在著相同的風險 更加無法推置去必修的項目 第二 推行Scan教育可行省成意 必修性成意 在推行上亦有問題 以至初衷生存在需要讀中文 英文數學等的儲方之外 還要修讀更有的項目 在這個這麼簡潔的過程中 現在還要增加過 有四個科目組成的新科目 Scan 是否可以有鴨鴨的課士 再者 Scan做的是實踐 例如是砌機械人 或者寫程式等等 這些活動 都是需要長時間才可以完成 在現時大班教學的情況之下 學生進去後 真的有這麼多的尺寸機會呢 在詩詩方面 老師也需要同時 思考在這四個範圍的指釋 他們可不可以欠負到所有的東西 也都成意 根據教練的調查檢資 就在中小學教師中 超過六成的老師 都表示無信心去DASCAP這一科 可見的是 連老師信心不足 教學的質素也都成意 可見將Scan移為必修光之後 科士和CG問題都無法解決 根本無法實行 眾觀意識各點 將Scan移為必修光 全知名義 具體施行為必俗中問題 有可能是否要將香港學生 變成煩老鼠 即使今天的變態令 已經完成了 多謝各位 反開主編的發言時間位 4分10 無超前 所以托返 現在進入公併環節 首先請正確 HR2 作出公併 請正確選出 HR2 大學工 請正確 請請 請 大學工 二位 詢問 有請 你身後 一位 總括 請 不再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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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現在是沒有人才搬去深圳 所以我們就要去Stand 沒有人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現在有多少人 其實大陸每一年提供 現在沒有人去關閉的事嗎 我想說就是 如果現在廣東方問你 大疆創科需要入財 但你現在不去Stand 他問你大疆創科無法使 是不是對香港無所謂 不可以去這個科技中心 就是對香港為入所謂 有個同學 我想說大疆創科 我請不到人 其實香港沒有人 這兩個數據之間 這兩個之間的疑惑 是不可以有同學的 有同學 我想說0.7巴士這個人數 已經正確有代表香港人數非常低 為甚麼0.7 0.7其實好像是本港的創科生產品 好像不是人數 那豐威爾和同學給我看一個數據 是香港權有多少人 大疆創科者 香港權有什麼關係呢 大疆創科支持老人 就是香港因為沒有科研的風氣 和沒有科研人材 所以他才聽到 如果他有科研人材 為甚麼他要搬去深圳 他有科研人材 他有沒有科研人材 為何搬去深圳 這個是有科研人材 但是其實我看見他是宅科研人材 光航自己也說他 是因為他有科研人材 他才搬去深圳 你怎麽論證 如果他是有科研人材 他不會搬去深圳 那他是不是對香港法治 有沒有人覺得 我在中途砌機械人 就可以提供到很多科研人材 我們現在不是砌機械人 而是自己去研發自己去用這個創新 那你怎麽會覺得 如果深圳是提供不到這個人材 深圳的 你再轉入帆庫的別文字 然後帆庫是最多的 深圳 你選擇的情況 六分挑戰 正好 你有兩小時的時間 會做到深圳的時間 有一個是好 那B深圳是否只做女人 都要去深圳 是好 那其實 這個適合香港未來的需要發展 是 如果這個產業在未來的深圳機械人材 很大 因為他不值得發展 是否不需要人口吃 不是 一個產業 我不是說錯誤 一個產業 如果雷神在深圳機械人材 很大 因為不值得發展 他不需要人口吃 為什麽你都重開機會 為什麽你都... 我好 所以這個產業 我多指需要正圳 偷技不是香港的發展方向 有可能第一個 一個論點就說 Io的智慧成資 所以我可以解釋一下 甚麼是智慧成資 智慧成資 智慧成資 即是智慧成資 即是說 你一個... 智慧成資 你不需要去智慧成資 你不需要去智慧成資 但你會懂得去用 但你也懂得去用 但你也懂得去用 有個德國人覺得 在世界大勢所趨 所以我們香港也不可以落後 是 好 其實呢 中國 美國 日本 都發展了韓天科技 沒有用 香港人發展韓天科技 香港 韓天科技是否創歸成資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的是 香港人連一個發射站 我問你問一下 那你在韓國 你能怎樣發展韓天科技 我想問韓天科技為何要配套 好 其實我們今天看的 不只是世界大小 我們也要看香港 有沒有相應的配套 好 其實我們見到的是 香港不會去發展這個 發展這個科技 其實現在科技公司 都是空學公司 你問我好說 現在科技配套都不夠 為何會發展這些科技的東西 但我們現在要去做配套 現在為何不做配套 因為沒有人 我聽說 這個個人事務 我們沒有了 是不行的 問題是 為何會做配套 為何會做配套 公表劃是結束 以再有請正方 第一副面出來發言 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有請問是否遲 各位大家好 我們看到 發展創科產業是大聲所追 事實上 我方開業考得很清楚 中學是應該 deserve fair 因為我們是同志 經歷了時代 學生過程 和香港社會 三大神的需要 所以請問有方 你們可否正面 聯絡 設計時代轉變 以你們的立法 做不重要 確保我們將來畢業 有機真理 不定家前途 做不重要 香港社會要有足夠的 創科入場轉移 不要只是剛剛看著 打圈 打擊 香港繼續落後 做不重要 然後我時代 個人 社會考慮都無緣無限 這樣做stamp 為何又是必要 好 有方又說到 為何stamp是必須 何以見得科創藝的理論 之前 我方議員早就說過 未來社會是需要stamp 各行為都需要stamp 網店的要懂得收通 要懂得網上銷售 而堅承 更加是世界語言 財政思想陳樂波做事主持 要成功推動創科 發展需要帶兩張實用材 政府要加強stamp 教育 優惑創生多的是世界少偶 所以政府才會禁止 推動創科和餘理的創科環境 習近平也說過 國家求善之機 是創科 創生是民族進步之外 十八大以來 共央就一直強要 科技創生 你從哪一行都需要創科 我舉個例子 就好像做傳媒一樣 十年前的支援都已經被網路取代了 又有誰會想到 十年後的今日 他們的行業 寫網易的行業 怎樣管理和私業呢 就算可以查查聽 都要通過U-bar-eats 收集大蘇居來的 這間幾時做特首最受歡迎 幾時的西國市 最好買 可見stamp 你們在各行方業 無主不創 慎祖國的基礎 大概有怎樣運輸 在時代 方采和方業主編 已經提到過 從事角成員來說 世界是向著智慧城市的方向 迅速發展 例如紐約、馬特尼 美國、新加坡等 美國都正如大力 在這個方向發展 成為不可營業的趨勢 Smart City Consum 這個智慧城市 需要智慧城市 才可以有效溫中 還有操作的 直接就是堅持 堅持 堅持是滅落世界意義 而香港對學生堅持 尤其是某種態度 最近室舍有幾乘 香港都接觸落後 有方又如何證明 未來不是創貨做支柱的呢 至於有方說到的壓力問題 有方說壓力有很多 但是我們覺得 哪一方不會造成壓力呢 但是我們是否 中英組公司都要造成壓力 我們是否甚麼都不懂呢 最後我要提醒有方未來 回答我方開箭的問題 有方是否覺得智慧城市 是可以逆轉 所以未來就算不可聲 都可以在社會身权呢 另外我再加上 Henry和社會 重要的是一個很新傳技能 現在又不能馬上修改 教育教育教育大力 支持的社會 教育教育教育 我們要放在這裏更好的奉合時期 謝謝各位 既然好錢 請多大 Madame 莫名下 福どうも 開箭的職材 由同我們都進行 採用mind at SSTAM 部分 發言 備了ỹ知性 當時友芳和我講的都是論證了一件事 就是世界在用科技 但他告訴世界每個人都去發文科技 每個人都去做STEM 當時友芳說STEM 即是說他的應用問題 看看友芳實在帶來的例子 剛才他就說我們做市場是要去修圖的 修圖就是STEM的一種 我就覺得很好笑 其實修圖我一個中學生都會懂 我方的臉皮撿我樣子都會懂 那我撿了產品 為什麼這樣我就去做STEM 再說一句訪回我們要在網頁上了一篇文章 那我認識一個同學呢 不是嘛 因為網頁現實已經有成績幫我們寫好 別人幫我們寫好 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將一篇文章上了上去 可以見到的是這個世界科技發展本體大勢所出 但香港的需要不需要人人去研發科技呢 我友芳和我正解答 好了 第一個友芳就說 香港是一個智慧城市 一個大數據城市 但問題是 當我方是質素問友芳 什麼是智慧城市的時候 友芳就知道什麼都答不出 那可能其實智慧和充其量都是正應用科技 都是很方便的 那難道我們是運用大數據 就代表我們人是否在中學那裡讀STEM 他被修方意味著 即是人人都需要去認識的時候 難道有人去研發這個大數據 那就是一件好的東西嗎 再好 在個人前途方面 其實我方都說了 我們現在很多前途方面的東西 譬如我去寫作 或者我去做 我不是做科技創業 我去做環化創業的時候 難道這些職業都需要去STEM 因為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職業 香港不明白的是為什麼友芳 可以將STEM那裡這麼不好 他好像沒有STEM 我們的人就生存不到 第三 友芳又說 香港不夠工商業人才 但是友芳可以說一下 這個工商業人才 他都是一時的潮流 還是電視的一時的暖血呢 當於一時的暖血 我們是否需要一個長遠的過程 需要輕生那麼多的老師之願 他不是一個必修方最前途 這個工商業不夠的人呢 即是友芳也正義的 我可以說嗎 我可以說的是其實香港現在 我不是那方面也不是想看四孔的光源發言 但我先看STEM 其實美國之所需是STEM 因為它有強豐大國產業 雖然它有多年豪的大熱風險 它都需要本地人才 想被中國搶走他們的人才 但是我方 我想問一下 其實香港到底有哪間大熱風險店 需要大熱風險的人才 其實有工都會認得到的 其實我通常是用香港的討論 還有華為 這些可能不夠選擇 就是深圳的市場 而不是在香港 就好像比如員工多 這些大公司中年都很棒 香港市場的市場 退售過 但都不是香港熱風險的產品 到頭來我們回到這麼多資源 培養了大廢的人才 我們讀完STEM 結果出來的 我們都不是做科研 香港沒有這個產品結構支持的事情 我想問一下 你培養了日本人員 出來可能只是做文員的 我們會來做些甚麼呢 再說其實 我可以看到的是我們香港很大 我香港都不是想追得這麼考 大家的國家參與 我們為何持人太大 就好像香港 其實現在科技投入這麼少的時候 我方想問一下 有香港在資源公司的時候 而為何要做的意義 謝謝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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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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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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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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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